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它们能发出的药斑远远超过我们太阳发射的任何东西 两名天文学家使用哈勃太空望远镜看到一颗红矮星发出了一种强大的药斑 称为超级火焰 对于这些恒星所谓的可居住区内的任何行星来说 这都是坏消息 红矮星大约占银河系恒星的75% 因此它们可能拥有许多系外行星 事实上科学家们认为大部分位于可居住区的行星都在绕着红矮星轨道运行 但是越多的天文学家观察这些恒星 它们越是意识到它们在邻居中的混乱和经历 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可居住区的含义 同样京头公司的新星美望远镜在附近的恒星上探测到巨大的超级闪光 京都大学科学研究生院和日本国家天文台的天文学家 使用这个位于京都西面港山山顶的新仪器 成功探测到16光年外的红矮星狮子座的12个恒星药斑现象 特别是其中一颗药斑比我们太阳发出的药斑大20倍 太阳药斑是从恒星表面发出的突然爆炸 包括我们自己的太阳 其实只有极少数情况下会发生一次非常大的超级闪光 这导致了巨大的磁暴 当从我们的太阳发出时 会对地球的技术基础设施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理解超级闪光的特性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它们的稀少意味着来自太阳的数据很难收集 这导致研究人员寻找类似地球的西外行星 并检查它们围绕的恒星 将两者结合在一起 是否会有更加惊人的发现呢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Park Lloyd说 当我意识到超级火焰发出的光线时 我坐着看着电脑屏幕已经有一段时间 只是在想 哇 亚利桑那大学的两位天文学家观察到年轻的红矮星 作为一个名为HAZMAT的计划的一部分 或称为habitable zones和M dwarf activity of across time HAZMAT正在使用哈勃太空望远镜 在它们生命的三个不同阶段 年轻中年和老年 调查红矮星 HAZMAT专注于来自恒星的紫外线辐射 恒星是这些恒星最活跃的电磁波谱的一部分 它们的结果在一批新论文中有详细介绍 如果你能够足够接近红矮星 它实际上会因其表面温度而呈现橙色 红矮星是银河系中最小最常见 寿命最长的恒星 天文学家认为来自红矮星的超级要班 是由它们的磁场引起的 以至一些红矮星的磁场比大星强得多 可能是因为红矮星的旋转速度比大星要快得多 当红矮星旋转时 它的磁场会变得混乱 如果那种缠结太强烈 磁场线会断裂 然后重新连接 从而产生巨大的紫外线能量 一种超级闪光 恒星的年龄是超级现象的一部分 年轻的恒星 特别是那些生命中最初一亿年的恒星 比中年和老年恒星表现出更多的燃烧活动 这种燃烧有可能每天发生 这意味着我们正在关注每天发生的超级火焰 甚至每天发生起策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Park Lloyd说 这正是一位艺术家对于一颗假想的戏外行星的例证 围绕着一颗红矮星 收集年轻红矮星的数据尤为重要 因为我们怀疑这些恒星在它们年轻时是非常不守规矩的 这是它们形成后的第一个一亿年左右 洛伊德补充道 我们银河系中大多数可能适合居住的行星 都必须承受像我们在生命中某些时刻所观察到的那样强烈的药斑 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想法 问题是生命能活下来吗 年轻的红矮星发出的能量如此之多 以至于它们的超级火焰足够强大 可以破坏其居住区内任何行星的大气层 这些行星中的许多都可能与它们的红矮星完全锁定 这是另一个条件 使这些系外行星的生命成为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前景 但由于我们银河系中的大多数 可居住区外行星都在绕着红矮星轨道运行 因此研究行星与恒星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重要 HAZMAT计划的目标 是了解低质量恒星周围行星的可居住性 Skarnik解释道 这些低质量恒星对于了解行星大气层至关重要 责外线辐射可以改变行星大气中的化学成分 或者可能消除这种大气层 我们观察到的药斑有能力从行星上剥离大气层 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地球上生命的厄运和沮丧 亚利桑那大学帕克·洛伊德 这项新研究即提供了HAZMAT计划第一部分的数据 它集中在大约4000万年前的年轻红矮星的药斑频率 这些明星比他们的老明星更有活力和混乱 他们的频率和能量比我们自己的太阳星更大 在观察我们自己的太阳大约100年后 我们不读了一些甚至接近红矮星超级火焰能量的药斑 两位天文学家只观察了这些红矮星10个小时 在那个时候 他们观察到18个单独的药斑远比我们太阳能产生的任何东西强大 其中最强大的一个被称为Hast Flare 比哈勃望远镜看到的任何东西强30倍 在这张照片中 太阳动力学天文台于2013年5月15号 捕获了一颗X1.2级太阳药斑 达到峰值 红矮星超级火焰比这些常规类型的药斑强大数万倍 对于太阳我们有100年的良好观察 洛伊德说 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也许是两个能量接近超级火焰的药斑 在不到一天的哈勃望远镜观察这些年轻明星的过程中 我们抓住了超级火焰 这意味着我们每天都在关注超级花束 甚至每天都会发生几次 那么每日超级火焰活动如何影响这些星球上的生命潜力呢 洛伊德不确定 我们观察到的药斑有能力从行星上摸离大气层 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球上生命的恶运和沮丧 它可能与我们想象的生活不同 或者可能还有其他过程可以补充地球的大气层 这当然是一个恶劣的环境 但我会毫不犹豫地称之为无菌环境 我认为我们不确定这个或那个方面是否有关于围绕红矮星的行星 是否适合居住 但我认为时间会证明这一点 尽管有这一发现 但在绕行红矮星的行星上可能仍有一线希望 红矮星如此黯淡的一个原因是它们持续了很长时间 事实上红矮星可以存在数万一年 这意味着在年轻矮人的可居住区域的戏外行星 可能有一个艰难的开始 但它们的主星的长寿可能对生活有利 HAZMAT计划的下一部分将观察中年时期的恒星 预计这一燃烧活动将会平静下来 在那个阶段之后 HAZMAT将在它们的晚年观察红矮星 这将有助于天文学家了解红矮星 及其周围的辐射环境 及其行星随时间的演变 随着燃烧消失 生活前景可能会改善 鉴于它们的长寿 它们只有更多的生活机会 Skornik说 我认为我们不确定这个或那个方面 是否有关于围绕红矮星的行星是否适合居住 但我想时间会证明这一点 那么这些排放物如何影响 其他星球上的生命的存在或出现呢 那么小伙伴们 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看完之后 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到视频下方留言哦